必须我们讲XSS攻击 XSS攻击是前端同学比较熟悉的一个攻击方式 如果你是从前端学习过来的 那你按理说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但是前端熟悉是前端的事情 XSS攻击这个四路端更应该去掌握 就是不要以为这个XSS攻击仅仅是前端需要关心的 四路端就不需要关心了 而且是四路端更需要去关心这个XSS攻击的事情 比如说你维护了一个系统 你是四路端的开发 如果这个系统出现了XSS攻击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锅甩到这个前端开发同学的这个身上 而是你应该主动背下 为什么 因为你更需要去预防这种XSS的攻击方式 就是前端做不做和你后端做不做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做是前端的 后端就做后端的 哪怕是双重预防 前端也做了 后端也做了 也不要抱矫情心 说你做了我就不做了 这样是不行的 知道吧 万一他做的有bug呢 对吧 万一他做的有bug 你又不知道 你不可能说你作为后端同学 他前端做的有bug 你也不可能说去给他提出来 去指证还是什么的 毕竟有可能是大家跨着部门 对吧 一跨部门 领导不一样 然后部门不一样 因为时间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你就自己做自己的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那攻击方式呢 我们复习一下 他就是在页面展示的时候呢 内容中掺杂一些GS代码 然后以获取网页信息 预防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转换生成GS的一个特殊方法就行了 这个攻击方式 我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博客系统 然后我作为用户 我注册了 注册之后 我就新建了一个博客 新建了一个博客呢 然后我就往里面写内容 对吧 写完内容之后呢 这个内容要展示 一展示呢 就可以获取网页的信息 对吧 那我自己展示可以没问题 获取我自己的网页信息 那如果是别人看我的内容 别人看我的网页的内容 然后就可以获取他的网页信息 对吧 获取他的网页信息 那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他的网页信息 拔下来之后 然后上升到我自己的服务器 然后你的网站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 就已经被限制了 对吧 然后用完措施呢 就是转换特殊符号 基本上就是这么的特殊符号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监控号 如果把监控号给转换了 基本上那个GS的代码块就形成不了了 也就不会形成什么 XSS攻击了 所以说第二个第三个是最主要需要转换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先删掉 这之前也是一个例子 之前我自己做的时候也是一个例子 好 我们回到这个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要新建一个博客 但是呢 我不按套路出牌 我怎么写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写这么一个东西 script 然后script这个代码块对吧 然后alotes里面呢 写个document.cookie document.cookie 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学登录的时候已经写过了 它是拿去前端的一个cookie信息 然后前端的cookie信息 这个cookie里面呢 可能会包含一些敏感信息 然后我们复制 粘贴 内容呢 我就随便写一点了 好 最主要的就看标题 然后一点创建 创建成功 好 创建成功跳到这个管理中心这边来 首先要加载我自己所有的这个博客列表 对吧 加载完之后去渲染一面去显示 这个时候首先弹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起的作用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博客的时候呢 写的标题是这个alert document.cookie 这个时候真的就把这个cookie给它alert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 我点OK 点OK之后 这个我的这个博客列表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但是这个标题是没有的 因为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标题是这个内容 它是一个gs代码块 它不是一个文字 所以它没有显示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个时候我输入的是一段gs代码块的 然后它就已经获取了前段的内容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xs攻击方式 其实预防呢 也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降网号给它转一下 让这个降网号和这个降网号都转完之后 它形成不了一个降网号script 这样的话 它就形成不了一个gs代码块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需要安装一个专业的工具 我们就不要自己再去写了 自己再去写 有些地方你是考虑不到的 我们先停一下我们这个服务 我们通过npm install xss 然后save 然后把这个淘宝镜箱给它粘过来 安装到稍微快一些 忘了加个空谷 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只需要按住这个xs这个工具 稍微等一下 应该按得很快 好 按完了 按完之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代码中 在这个controller里边 这个blog blog.js 然后这个newblog 创建博客的时候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title 对吧 会titl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去在这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blog.js里面 我们去引用这个xss requirexss 好 我们按照完就可以用 对吧 引用完之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函数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函数 把这个title给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通过这个xss这个函数 把这个title一包 这样的话 它里面的能形成GS代码块的特殊字符 就已经被我们给转移了 好 我们直接验证一下 启动服务 好 刷新 刷新没有删成功了 因为刚才没有启动服务 我们删掉 好 删掉之后呢 我们再次新建 在新建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通过之前那个方式 就是跟之前一样 script里面 alert document.cookie 然后内容随便写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在这儿把这个title给打印一下 title is title 好 保存 创建 点击没反应 报了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这样 它这样的 就是 大家看 title is 什么呢 title is 这个玩意儿 它虽然报错了 但是这个东西打印出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打印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拷过来 这是打印的内容 对吧 我们之前输入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输入的内容这个 对吧 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兼顾号 已经转移成这个 对吧 然后这个兼顾号呢 已经转移成了这个 说明是转移成功了 它刚才报了错的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报的信息啊 这有一个什么 error data to long 然后 data to long for program title 就是我们当时title 设的这个长度呢 是50 对吧 50的话就比较长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验证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试着 把长度给改一下 我们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不去 用这个decreate cookie了 我们去用一个 最简单的方式 for program title 就是代表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创业成功 对吧 创业成功 然后完事之后 我们看一下 创业成功完事之后 这个titleA字 这是打印的 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这是显示出来的 我们拷贝一下 到这来 换好 其实和上面一样啊 上面只不过是 alert documental cookie 然后下面的是 alert的1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个 script的这个标签呢 转移完之后 都已经成这样了 然后成这样 它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看一下 成这样之后 它加载完之后 它这个script 已经显示出来了 对吧 已经显示出来了 而且我们点完之后 过来之后呢 它也是照常 这个标签没有做转移 就是我们相信页 应该是把这个 再重新转移回去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 这个地方 为什么显示了 正确的一个 监管号script 因为之前 我们在演示的时候 没有显示任何能量 而且我们刷新这个页面 也没有传出来一个1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内容 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的是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吧 大家看 返回的数据里面 这个title 其实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已经被转移后的 这个 就数据库里面存的 没有存于监管号 而存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按的lt分号 以及这个右监管号呢 是按的gt分号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来一显示 interview里面就显示了 这个监管号 就左监管号 右监管号 它不再是一个 GS的代码块 而是正常的一个 文文文字显示出来了 所以说 我们通过这一步转译 就已经做到了什么 就已经做到了这个 预防了XSS攻击 大家看 刷新页面 它不会弹出一个 alt1了 对吧 只不过呢 我们为了这个 长度的限制呢 我们没有用这个 altdocument.cookie 来做演示 其实这个 alertdocument.cookie 和alert1是一个道理 对吧 因为他们都是 通过执行这个GS 来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把GS的执行的能力 给它屏蔽了 它cookie获取不到 e它也获取不到 对吧 它什么都获取不到 所以说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 至于刚才看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进来之后 它没有经过转译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自己做一下 就是在这个 我们找一些前段代码 detail.txt里面 这里面我们或许 数据弦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做一下 当然这是个前段的工作 这个如果是 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 工作量交给前段就行了 你自己也不用去做 就是在这个title.tax detail.title 这个地方我们再做一个反转1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就转移成一个右键号号 遇到这种情况 就转移成一个左键号号 这种工作 你直接就扔个前段去做 当然我们客户中 不做前段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 就简单说一下 我们就不再改了 就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交给前段来做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呢 因为你的数据库里面 我们说过 你的数据库里面存的是一个 不具有攻击功能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你最大的理由 知道吧 就是你的数据库里面存的东西 不具有XSS攻击功能 这样的话 你就是能立得住的 你的理由就是充分的 你就可以让别人去 为了这个方式而做一些改变 让他们去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转换 你自己就不用动了 你不能说为了让前端方便 你这个地方存一个什么 存一个监管号对吧 那你要存个监管号的话 有些地方他可能就像 我们这个管理中心一样 一刷新可能就直接形成攻击了 所以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从后端来说 我们的数据一定不要存在攻击性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证 我们的数据一定要不要存在一个攻击性 前端为此而做出一些改变 做出一些调整 这是应该的 OK 那我们这节呢 就讲了XSS的攻击的预防 最主要的我们关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这儿注视一下 使用这个XSS这个库 比较简单 比较方便 不用自己来写 然后把这个可能会攻击的代码呢 给他执行一下 当然title是有的 对吧 像content author author这个应该不会 author是我们自己填的 就是需要用户输入的 基本上就title和content 这个呢 我们我这直接写一下 都需要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XSS的预防 包括这个 这是new 包括这个update 我们这儿都可以直接去这么写一下 这个都没有问题 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用户一旦去发生攻击的话 这个我们也可以去预防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会注意 就是我们之前想登录的时候呢 这个cookie 我们都是说 通过这个atp only这个方式来锁死的 对吧 不让前端拿到 就是说 像这个user id是我们登录的时候的cookie 但是我们前端用documenter cookie里面 根本拿不到user id 对吧 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 对吧 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 其实这样不安全 因为我们说过 后端可以操作cookie 然后也可以操作什么 也可以把cookie定义为什么呢 定义为一个 atp only的方式 但是你能保证前端一点都不操作cookie吗 对吧 你能保证前端在cookie里面 不存一些重要的用户的信息吗 这个你不能保证的 对吧 虽然说我们要尽量的去 避免使用cookie里面 cookie存一些前端的一些重要信息 但是有些情况下他就是需要前端去存一些信息 比如说多个这个子渔民的系统中透传一些登录信息的时候 他就需要往cookie里面存 这个时候 而且比如说我们前端要存一些本地的一些什么信息 带给流转器增的这些 反正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cookie就是这个cookie永远是要严格保密的 不要让黑客汇取到任何的信息 所以说plusS攻击的预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节我们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节再看一下这个密码